虽然台北的房租和蚂蚁事件让我有很多困扰 让我身心疲惫坦白讲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同时再一次体会到了台湾人的热情和诚信 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嘿各位现在到了这个西门町旁边的这个 其实就是酒店的它改造的一个房间 然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之前那个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也太多 那刚才大家听到一路上 房租姐姐跟我分享一些 就是她觉得为什么在这边房价会高啊 然后住金会高啊一些 大家有没有赞同她的讲法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不懂的原因啦 那我觉得她讲到几个可能比较重点一些 那这个房间我有一点不深迷 就是她那个窗户打开是 外面是就是大楼 然后靠得很近 然后我我个人不喜欢就是这种靠得很近的感觉 那她刚才解释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台湾就是地小嘛 然后房子跟房子之间靠得很近 对啊 然后不过这边她的厕所蛮大的 还不错 厕所吃我比较喜欢的 而且还有浴缸 对啊 那这个还加一点份哦 其他的话就中规中许 这个房间就是酒店的房间 对啊 狂挑 怎么讲个人 没有到很满意 对不过她的微波炉跟冰箱有在这个房间里面 对所以就还好 对啊 那先住一下咯 她总比一个晚上在那边被蚂蚁困扰来得好 对啊 所以 这边离西门町也比较近 然后旁边就是7-11 对啊 所以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不错 所以除了这个景之外 其他还OK可以接受 旁边吧 庆域区的巷弄 对我们吃了吃了又讲到这个房子的话题 对啊 就是我租的时候是两万八 隔一年变四万 蛤 蛤 那就是烂政府提出的就是租房 租房补助 提了之后呢 首先这个东西 房东不可以还扣 就是 我不能说不 OK 只要房租 房客去申请租屋补助 我就 必须会额外增加什么税金类的 哦 对 那他就 涨房租 那涨房租呢 又没有人可以管 所以 就举例来讲 我一个房 房间要租你一百万 就换一次你即便拿到的政府的补助 但是 房东会变相地再往上涨 所以这个补助拿到之后 等会反正 请问一一一再拿 哦 他这样一申请出来之后 全面涨租 政府好棒棒 所以你的这个说法是代表 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 哈哈 我还不讲他们都磨 哈哈哈 因为房租又不能动涨 嗯 你没有这个去限制别人 所以你 你好像 名义上你 补了 给 大家这种租客 但是其实房东我也可以涨啊 哦 全面涨啊 你租补助可能补六千 他涨一万 那请问受罪的人是谁 还是那些没有办法买房子 要租房子的人 所以请问政府这个福利有给到 没有办法买 没有办法买 对 所以为什么台湾这几十年都在倒退 就是这样 因为一九八几年我们出生的年代 是台湾最有钱的时候 最骄傲的时候 刘德华什么四大天王 你都必须来龙兄虎弟 你都在玩香港 对啊 你都必须来台湾的龙兄虎弟 这个综艺节目 柯 柯 张飞跟菲玉清主持的 柯友伦他爸叫什么 柯 柯寿良 柯寿良 他们全部就是 哪怕你再大牌 那个时候你都必须来朝圣嘛 对 过水台湾你才会 对 认证过你是一个大咖明星啊什么 但那个时候我们长越大越没有那个骄傲了 对啊 我们在亚洲四百小龙 对 对啊 以前是四小龙啊 对 像我现在喜欢的旅居的泰国是四小虎 还是虎还不是龙呢 台湾是龙 现在是虫 哈哈 哈哈 我们这样看什么GDP 你说完虫我跟你讲 下面可能超多人留言 没关系 反正不是我的频道 土生土长台湾人 土生土长台北人 但是就想要dease很多东西啊 不好意思 好啦 我们今天 你们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对 反正事实就是这样 对啊 那确实我也感受到很多问题啦 对啊 所以 好喝一口 耶 但是台北以外还有很多地方很棒 就是我觉得桃园 那些以南 或是 宜兰 以东那些地方 我觉得都还蛮棒的 就台北很弱 所以我记得 去年那期影片 然后很多人留言说就是 高雄反而老外 外国人比较多一点 对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那边雨比较少 然后阳光比较明媚 天气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 房租比较便宜 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 虽然我没有去过高雄 未来会去 其实我现在说的这一切都不是在 纯粹convillain 也不是花不起 只是 有很多经济 很多销售 很多带动 很多东西 其实 它已经超过了一般 大部分上班族的收入水平 嗯 然后还在爆炸式的 这种 很封闭的台北的环境 然后再 再这样循环 酱豆腐 谢谢 谢谢 那因为很多人是借钱 我都说都上旗了 因为很多人是为了 出去要露给别人看 他去借钱买奢侈的包包啊 或是一个什么名牌的皮带啊 这只有在台北 其他城市的人 都会有那种 就是我经济足够 我再去买 比较务实一点 我会为了借钱去显摆 然后去做件事情 这个所有的大城市 都是这样子 上海也是 上海也是 北京 纽约当然就是 会有一点炫富之类的 但是 因为欧美的西方的文化 他 有一个比较 不会聚位的面子 去 去show off一些东西 也会有那样的人 但是那些人是真有钱 他买好吃 然后 女生就是 秀一些这种 luxury 的衣服 包包 但是他是真有 他不会去说我 钱包里一百块 我非要花个 我非要花个八十块 台北大部分的男生 因为台北最著名的 我觉得最好玩的 不是景点 应该是夜生活 比较精彩 G95 酒吧 KTV夜店 但是台北充斥的一堆 不分男女 尤其是男生最可耻 一群人去喝完酒之后 在贤贵的包厢 最后付钱的可能只剩两三个人 嗯 我操 这个是常态 我操 但是我觉得外国人 或者甚至 OK 上海人可能不会这样 有 就是使用者付费吧 但是这在台北是 会有人先 每天晚上都有 会有人先付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是有个 没有 重点来了 WeChat 我们就拼了这个比喻 就是 国内 国内那边是先付 台湾是后付 就会有人 对 对 落跑 我觉得这个很可耻 对我先 我从二十几岁就碰到了 对啊 以前上海是有些 情况是有人先走 可是他表露出来他很有钱哦 这就是台北 Welcome to Taipei OK 各位我又回到了巴德路 那今天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 民宿的房东这边 找了杀虫的师傅过来 然后通通把所有的蚂蚁 全都杀掉 那个师傅说 找到两个蚂蚁的巢穴 对啊 所以呢 这件事情 算告一段落 刚才回家的时候 有发现两只蚂蚁而已 那这个我觉得是可容错范围 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看到 后面还有其他蚂蚁的出现 我的忍耐是三只 如果超过三只 我会觉得 DAM 可能还会有 我刚才一边跟你们讲 一边看到那个墙上的黑点 我现在都有心里隐隐 你知道吗 看到黑点我就觉得是蚂蚁 然后 对 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 总之也非常感谢这个房东姐姐 非常感谢Jessica 然后呢 她的服务也是非常热情 那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情也不算完全是他们的问题 啦 虽然这个民宿 这个房间是他们的 但是 他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 昨天在西门町那边过渡一晚之后呢 今天就搬回来 本来我想说 等这个杀虫汁的味道散一下 明天再搬 但是 想说还是搬回来吧 因为等一下要跟朋友见面 就在这个附近 那 见完面之后回到这边也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 Jessica也非常客气 所以她给了我 200台币 她给了我200台币 作为这个叫车打车的报销 对 从西门町回来嘛 因为还拖着行李之类的 所以 事情是发生 这个蚂蚁事件 虽然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 最终我觉得在 今天他们可以帮忙解决 还帮我报销打车费 我觉得很感激 对 所以呢 希望真的不要再出现任何一只蚂蚁 那我可以在这个房间一直带到我离开台北 那在外面买了一点台湾的这个卤味 买了一个 素鸡 买了一个猪耳 然后买了一个鲜肉大馄饨 对啊 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的美食怎么能不配一个啤酒呢 那本来我想买台湾啤酒 那 但是我就是中外麒麟 中外日本啤酒 所以买了之后 而且它现在在打折 呃 台湾的7-11这一点嘛 不错的 跟泰国比 他们经常有一些组合式的打折 或者有时候你买两个 买三个 它会有不同的折扣 这一点还是在台湾 我认为 不错的一个 一个功能 一个选项 对 那我们就吃一下 对啊 然后我们来庆祝 终于蚂蚁被杀掉了 我们回到这个 我喜欢的这个民宿的房间了 OK 开一下啤酒 庆祝 蚂蚁被杀掉 爽 吃一下这个鲜肉混沌鲜 已经放了小一阵子 不要凉掉 喝一口汤 那我上海人 然后 特别喜欢吃馄饨 那每次来台湾 来台北 都一定要吃一下这边的馄饨 这边的鲜肉大馄饨 或者说菜肉大馄饨 其实跟上海的很像 那唯一的区别可能是 但是它的 呃 皮质不太一样 对 上海的大馄饨的皮质 会更厚一点点 呃 因为嚼劲嘛 然后这样也 比较容易包住它的水分 那我觉得台湾的 馄饨它的皮质 稍微薄一点 然后它的包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形状也不一样 那吃起来的话 感觉比较接近 也是好吃的 吃一下素鸡 也是一样 素鸡在上海也是蛮有名的 从小吃到大的一道 冷菜 或者叫冷盆 看一下 我不记得上次来台北 有没有吃过素鸡 但是这个素鸡 嗯 跟上海的有点不一样 嗯 相关的这个素鸡 感觉就是 好像有点 花生酱的味道 麻酱的味道 我不确定我讲的对不对 哈 我再吃一口试试 它里面还要搭配 这个辣椒 青椒吧 对 放一起吃 搭配放一起吃 嗯 好吃 是好吃的 嗯 可能卤的方式跟上海不太一样 但是是好吃的 嗯 再来试一下猪耳朵 猪耳朵里面还搭配了一些葱 葱花 耶 不错 这猪耳朵颜色是红红的啊 它应该是之前 哎 是不是有点辣味 不确定啊 是卤的辣味在里头一起吗 试一下 嗯 不辣 完全不辣 嗯 那为什么是红的呢 嗯 嗯 我印象中的猪耳朵 应该是偏白色吧 对 除非你是 除非是加拉 不然的话应该是白色 我不确定它为什么是红色 大家有知道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告诉我它为什么是红色 那好啦 这一期影片差不多到这结束 那这一次来台北的感觉 跟上次没有不同 那这一次算是 阴差阳错 外达正常 然后 有了这么一个 讲台湾的房子的一个 讲台湾老房子的一个素材 那刚好住的这个民宿呢 它老房子 确实 在这个租金上 价格上 是我这次来遇到的 还没来之前 我就遇到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 昨天晚上跟Jessica在 去西门店的路上 她也解释了很多 大家听完之后 觉得她讲的对不对呢 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在底下补充 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其他的观点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告诉我 那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啰 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 拜拜 各位 我发现了第三只蚂蚁 其实是四只 刚才在混沌里面 也发现一只死蚂蚁 那应该不是房间里 那个应该是 那个混沌电带来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上辈子欠了台湾的蚂蚁 造什么罪 他们要这次这样 来玩 有没有看到 Oh No 第三只 各位 我该怎么办